好 再来看到这是云林谷坑传出 疑似连日豪雨 导致一名39年次民众被活埋 这线状况连线的记者杨小涵 好的 主播 各位观众 目前画面上看到的这里 就在云林谷坑乡这边的山区 而因为连日豪雨不断 谷坑乡公所在勘灾的时候 疑似发现失踪两天的无幸乡民 家属接获通报 也马上赶来这个产业道路来这边 我们先来听一下稍早的状况 最前一段时候有联络上 但昨天你们彼此没有联络人 那是你到今天一直在找他都找到了 你是怎么样打家里还是打手机 没有 他没有跟我联络 我想说过来看一下 过来看一下 过来看一下他有没有他在这边 对 结果咧你过来看是什么状况 就是有一位先生看到 而现场的夜经围起封锁线 根据邻居还有死者女儿的说法 31号无幸乡民是还有在家 也还有联络上 打电话的一个情况 不过昨天已经联络不上父亲 电话也都完全失联了一个情况 也因为谷坑乡公所 因为连日豪雨不断要进行勘灾的时候 发现这条产业道路上有土石流 于是前往查看是不是有灾情 却发现无幸男子的大体 也立即通报消防局派员来抢救 而警销人员发现 无幸乡民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 也将大体挖掘出来 交由警方来处理 而家属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父亲 是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 也都是痛哭失声 以上就是现场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将时间镜头还给棚内主播